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 拜登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还说一带一路很讨人厌 各位我们直接来看数据 直接打脸拜登 而且正是拜登在接受 Time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说的这一段话 但是有没有道理呢 看数字就知道 中欧班列累计至今 他开行了破9万列 发送的货物超过了870万标准货柜 如果要算价值的话 是超过3800亿美元 总里程超过了7兆公里 现在中国的新三样 也会透过中欧班列来运送 包含了新能源车 锂电磁 还有太阳能光伏板 据说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国 而且可以连接11个亚洲国家 这么成功 为什么拜登说中国经济崩溃边缘 还说一带一路 倡议很讨人厌呢 那讨人厌欧洲干嘛买 应该更正确的修正一下拜登的誓言 叫中国经济崩溃论处于崩溃的边缘 才会更加正确 这个拜登心情当然不会太好 他每一次谈说 哎呀我在美国经济我做得多好做得多好啊 你看通货膨胀也控制住了 而且经济成长也到了2%啊 那这个你看我还叫了台积电 很多人到美国来投资啊 那你你怎么还没有人给我掌声 每一个人都在谈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我听了就嫉妒啊 老人家嫉妒就要口出恶言啊 这个一带一路令人讨厌啊 没错你不讨厌你就不能当美国总统了 这还有解释吗 其实中国经济崩溃论暂节隔一边啊 现在美国经济崩溃论现在到处都在讲啊 对 有人出书了是什么 货币战争美国即将频临崩溃 有人说美国财政赤字 使得美国即将频临崩溃 有人说美国的政府的利息支出 已经超过国防预算 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崩溃边缘 我听了也是一坨雾水 好多人问了说 到底是谁要崩溃 对 以前可能比较多人讲中国经济会崩溃了 但久了以后没崩溃 就不会崩溃了 然后现在开始很多人讲美国经济会崩溃 好不好我们最好再看看了 但是最经典的我记得前年吧 那个IMF把大陆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定为4% 就是等于是去年定为4% 结果美国中医院就出来骂IMF赶快修改 变成3.5 结果后来出来多少 5% 对没错 5月29号又调高了 对啊 就调到5%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老是喜欢干扰 这种很客观的 那你自治会找麻烦 就像有一个黑道老大去看医生 医生刚才讲说 你这个很严重要开刀 他拿枪出来说 你怎么可以说我很严重 好不严重 不开刀不严重 隔两天死了 对 就这样的状况 现在大陆上的经济体质 你说有没有问题 有 你说问题大不大 事实上是不大 那你说这个会影响到 大到影响到大陆的经济成长 保证不会 保证不会 因为大陆的经济不是一个产业 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产业 对 所以有些产业在往前冲的时候 难免会有几个产业会有问题 那如果那个有问题的产业 影响不了太大的比例的话 那对整个国家的经济 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比如你刚才讲 中欧班类 你看9万类 然后有870万货柜 对 总共超过3800亿美元 要印3800亿美元 然后货品到欧洲 而且走铁路 铁路还会赚钱 你知道他卖的是高价值产品吗 要不然的话 他可以用比较慢一点到 因为铁路比较快 铁路运到欧洲 大概十几天就到了 但是如果用船运 大概将近二三十天 你省时间 那你价值比较便宜 你用走船运 价值比较贵的 就用这个走铁路嘛 会抢时间 那你看着这样的一个发展 请问你美国有什么建设 你告诉我一下 没有啊 双手一摊 没办法运过去 那你一带一路 当然令人讨厌 一下子盖铁路到柬埔寨 一下子盖高速铁路到这个印尼 又盖港口的 又盖港口 然后现在又跑到 中东去把人家盖什么未来城 你当然很讨厌好不好 美国都没赚到 对啊 你也做不来啊 对 那中国的新三样 讲新三样我觉得不对啊 我现在纠正大家 我看那不止新三样 算一算至少新五样 新五十几样 对新五十几样 太多了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从一开始 可能就是运一些什么服装 有没有 汽车领组件 百货用品 木材茶叶食用油 现在不止了 现在不行 因为那眼睛不划算 对 还有机械设备 主要是电子继电设备 会越来越多了 那其实这个中俄班内 它是一个 算是某种程度 也是一种科技产品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你要知道 从中国一辆 货柜的一个运输的火车 拉得那么长 然后拉经过不同的地段 不同的气温 不同的地形 有时候还要换轨 又热又冷的 对要换轨 所以有些物品 不耐热的 你要冷藏 不耐冷的 对不对 你要恒温 要恒温 所以这里面 这个要中途 还不断的调节 因为经过不同的气候区域 所以你要不同的 去做调节 跟管理的工作 这没有两把刷子 也不行 还要靠这个 北斗卫星 它有这个什么 天通一号 去做指挥 这个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 运行的方式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